大家好 我家的花大家都看过很多了 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两个 我觉得像小品一样的花 你看它这个小黄花 非常的可爱 而且很有空气感 而且它的叶子 没有花的时候 叶子也非常的好看 是带这种 粉色的绿色的 和偏黄色的这么一个叶子 这个状态 很可爱很可爱 我觉得这个 它这个叫熔岩醋江草 是这个名字 熔岩醋江草 它这个说明 也说了 如果你看到状态不太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剪掉 它会再长回来 因为我这个也没有养很久 养了几个月了 我这个也没有让它过冬 我这个就没有办法跟您说 它这个是not hard 所以就是可能 过冬可能是在室外有问题 我们需要把它挪到室内 那我今年就会试试看 等它到室内的情况 再跟大家到时候再做分享 我估计它在室内应该 因为我看过国内很多人的这个 分享哈 因为它说这个醋江草在国内 还算是网红的一种植物 它这种熔岩醋江草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看它们的那个状态 是可以在家里过冬的哈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确实这一棵太可爱了 像在这边北美的话 我是在苗圃里面就是 在那种很一般的就是 卖很多草花的那里哈 买到的 它这个就把它当做地备的那种植物 或container的 就在那个盆栽里面 配那个盆景里的那种 那一个区里面嘛 有卖的 大家可以去找找 不过现在可能是没有了哈 到明年吧可以去找找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爱看 看花看叶都有的看 小黄花很很很漂亮 好那么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个哈 看我这个船长老爷爷 边上有两颗好看的 这个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稀罕的哈 这就是一个长春藤 长春藤 是这个标签哈 长春藤就是 但这个长春藤呢 它的叶子呢就 不像一般的长春藤 你看它的叶子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哈 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不一样 就是不光是颜色不一样 它的形状都不一样 看到吗 您看了吗 看到没有 它没有一片相似的 样子的叶子 看到吗 我觉得这个就 这个也是 看到 真的没有一片一样 你看这一片 哇这片就这么多粉叉 看到没有 好看 这摆在这里 这摆在这里 大家比较明显 这个哈 我是觉得像做一个 就像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盆景哈 像有的时候 您做个把它做个小盆景 不需要长得它很大哈 一扑一片 就是用一个小盆 我 我这个还是原来的盆 我没有换哈 到时候我会给它换一个 漂亮一点的盆 然后放在那 就真的很有那种盆景的 就中国人很喜欢那种盆景哈 那种感觉 看到没有 哎 放在船长的头上 嘿嘿嘿 看吧 是吧 就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小盆栽小盆景 这样弄起来 我觉得你的院子里面就是 有那种可品味的那种东西哈 就不是一 就是大开大合 对吧 大花大大叶的那种哈 就可以细细的品 好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了 就唠叨到这里 好 多加大开心 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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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